對齊方式喔 一定要是 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靠右對齊喔 那如果說啦 因為之前太常有同學遇到 就是你沒有用value啦 雖然說那個文字跟數字 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特別注意喔 在關鍵的時候 他的結果就是不一樣 有沒有 其實說真的 我今天沒有特別講 可能有應該同學完全不會察覺到 可是我跟你講這都是細節喔 有的時候為什麼你會講說老師為什麼你怎麼做都這麼順暢啊 跟各位講就是一些細節我一看這個細節OK的 我才會做下一個細節 如果這個細節錯了那我就不要往前因為我知道錯了錯了我幹嘛再往前 那如果遇到錯誤怎麼辦 我要修正他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說第一個喔 因為真的有同學遇到這種狀況就是 對齊方式喔明明是靠 左對齊 那表示說 他這個資料是文字 那他去還是未給那個什麼 就是樞紐分析表 所以插入樞紐分析表這個範圍 那你會發現喔剛剛一樣的動作哪裡會不一樣 幾年試過來 這群組 喔我知道了 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剛剛舊資料如果沒有重新整理喔 樞紐分析表會記得 OK一定要重新整理一下 然後再把幾年字放到值裡面 不過你會發現喔 這邊馬上就會有個地方不一樣 剛剛呢我把幾年字拖拉下來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他預設是加總 有沒有為什麼加總 如果你給他的欄位資料是數字 他的預設一定是加總 但是如果你給他是非數字的話 他預設就計數喔 OK所以你會發現從一些小細節你會覺得 那我這邊應該是錯了 我應該是要 數字資料才對 好那你想說假設我們還是照著做喔 那還有哪些地方可以發現是錯誤 有沒有發現 這邊一樣什麼 靠左對齊 所以其實啊 這樣一看就知道是錯了 所以你也不用再做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現在按右鍵喔 去把它做組成群組 像剛剛 按下去之後呢 他會跳那個畫面有沒有 幾年次到幾年次 那你會發現喔 他會跟你講說 選舉範圍無法 這個 為什麼特別講 因為 太多同學 都遇到 這樣的錯誤 所以我順便講一下 怎麼修正 OK 那所以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就是知道這個一定是要把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 那我就切回來 在這邊怎麼樣 把它改一下 改的方法就是外面一定要記得加value 然後後括一下 讓他一定能夠靠右對齊 有沒有然後向下填滿 那你想 老師那我現在是不是就可以重來了 你想說重來怎麼重來 這邊是 可以拖拉上來 重來了OK 然後呢你就再拉一下 再拉一下 奇怪 怎麼還是靠左對齊 怎麼那個 數量好像也是計數 跟各位講喔 數有分析表是這樣 就是呢你原來的資料 假如說呢 你重新做過 他不會 自動幫你更新喔 他會記得是你舊的資料喔 之前做的喔 所以呢如果假如說你有 變更前面的這個 資料 的話 那你記得喔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什麼 分析裡面喔 我剛有做了 做過一次就是 找到呢 什麼 重新整理 也就是說呢讓他 重新再去抓一次資料的意思啦 OK重新整理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重新整理之後喔 假如他的對齊方式 有從 靠左對齊 改成靠對齊 那應該是正確了 OK喔 那這個時候如果你在什麼 在這個地方按右鍵 主神群組他應該不會跳錯誤了 看一下 他還是錯 為什麼 再一次喔 重新整理一下 不過有的時候啦 剛剛是按重新整理他沒有全部重新整理 所以你記得喔 重新整理跟全部重新整理又不一樣 在這裡的話你就按 全部重新整理一下 看一下 再一次按右鍵 組成群組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啦 他還有機關 躲在裡面喔 那我們一樣50 到79 兼具10 有沒有 50 59 然後60 69 70 79 OK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那一樣喔你就在樞紐分析圖 找到直條就可以了 或者其他的啦 那因為如果你用折線圖看起來 沒有特別清楚 一般如果你要 著重的是數量的話 你就用直條圖 OK按確定 那這個直條圖出現了 其實非常方便 如果你要強調哪一個甚至你可以 在哪一個上面顏色變更一下 就可以馬上凸顯 你要凸顯的那個資料 的 那個量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就剛剛 特別講到有關多一個幾年次的部分 那當然喔 幾年次這個部分喔 除了用 用TEST 之外喔 其實有同學喔 問到另外一個問題 他說是是不是我可以用什麼 幾年次這個地方喔 如果我不用 這個TEST的話 那其實喔你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 插入函數裡面喔你可以用另外一個函數 日期期時間 裡面的話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異爾函數 那如果月的話就month 日的話就date 那這個地方 如果我要起年次的話 那我如果異爾怎麼做 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我如果抓這個資料 過來的話按確定 他會出現是 1981 有沒有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內建的實際上就是 西元年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而且他是靠優對齊喔 那表示他是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數字 所以啦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你用異爾的話 你可以 再減掉多少 1911 不過你會發現減了1911之後 奇怪怎麼變了這個 跟各位講喔 這個是因為他誤判了你的格式 所以呢你只需要什麼 把他按右鍵 出成個格式 他誤以為說你輸入是一個 日期 所以怎麼做 你把他改為通用就可以 預設的話是通用 按確定 這樣就恢復了 OK 所以呢 再把他向下填滿 這樣子 也可以啦 OK 只是說呢 兩個方法表現 的 主軸不一樣 一個是把他當文字看 一個是把他當日期看 所以特別注意喔這邊的話呢 把他減了1911之後 那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兩個方法 其實都可以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一個是 用那個 Test加Labs加Value 一個是用Ear 再去減掉1911 OK 兩個方法其實都OK啦 Test主要就是說 將來你要切割的資料 你看到的就是 你要切割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用Test函數 只是說你切割完之後 他就是一個文字 如果你要再把它變成數字 還要配合Value 這個部分可能要特別注意喔 就好 那麼 你打開